1908年初春 美国探险家威廉·盖洛 跋涉在荒凉的陕北大地之上 他此行的目的是探寻中国古老的万里长城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远方的旷野 一道蜿蜒的墙园出现在威廉·盖洛的眼前 这是一道与山海关、居庸关完全不同的黄土长城 被世人称为鱼林长城 因为残破已被历史的尘埃渐渐淹没 没有人知道他竞争过怎样的时代传奇 更没有人知道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王朝 怎样的悲欢离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年的农历九月 都是流冬后最忙碌的时节 黄米 中国北方特有的农作物 俗称米子 这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 必须抢在入冬前收割完毕 今年68岁的流冬后 祖先曾是明朝最早的戍边军人 他的家族在福谷县的麻镇 生活了已有500年的时光 流冬后延续着祖先的习惯 在银宝附近的打鼓厂将黄米进行最后的加工 今晚他和他的伙伴们将会用一顿油炸米子糕 来犒劳一年劳作的辛苦 这是500年来 长城脚下的人们不变的生活方式 但古今唯一不同的 是流冬后的祖先们在品尝黄米的同时 还在忧心忡忡 因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寒冬将至 而北方的蒙古人 就要来了 公元1449年9月1日 土木堡的十余万名军 在蒙古瓦剌三万骑兵的冲击下 土崩瓦解 这是明王朝自建立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 不仅让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 更将整个天下 带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拐点 公元1450年初冬 来自草原的蒙古部落 出现在已无名军守卫的核桃背部 并沿着无定河谷 向南侵入渝林宁夏的地 在此后的十余年里 蒙古部落如浪潮般向着核桃进发 因为这里不仅是理想的生存之地 更是部落强大的根本 核桃连接着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 因为黄河从宁夏到陕西的河端 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形 古人觉得看上去像个套马的绳索 故命名为核桃 自古以来 黄河百亥为富一套 在黄河的滋养下 核桃地区拥有丰饶的草原 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天然的分界线 核桃地区呢 它是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 它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 彼此争夺的一个重要的地带 公元1464年 17岁的朱健身登基称帝 史称明献宗 此时的他并没有感受到皇帝的快乐 一份份来自严随镇的军宝 让这个性格有些软弱的年轻人不知所措 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四只不同归属的蒙古部落 连续数次侵犯严随镇的榆林地区 并以此为通道 四处劫掠 自土木堡之变后 这里成为明王朝最危险的边疆 陕西榆林 位于核桃平原的南部 早在先秦时期 地处显要的榆林 就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门户 秦长城曾处立于此 为秦人守卫核桃 北拒匈奴 我们榆林这个地方 在历史上都是农耕生产和游牧文化交汇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花像石 是在汉代墓室里边出土的 明王朝建立前的1500年里 榆林的历史 就是一部农耕与游牧交风交融的中国史 公元15世纪的小冰河期 西北的寒冬更加凌冽 结冰的河谷 让严随镇成为游牧部落驰骋的疆场 这是一群物资极度匮乏的牧民 为了生存将会不断南下 给明王朝的西北边疆撕开了一道流血的伤口 核桃南部成为一道双方都不可能妥协的生命线 公元1465年 内阁大学士李贤向明宪宗提议 在西北边陲展开一场规模浩大的军事行动 将累年入侵的蒙古部落彻底驱逐出河套 这就是后世著名的搜套方案 而与此同时 公部尚书白归被调离职位 担任明王朝新一任的兵部尚书 这是一次看似平常的调动 但所有朝臣都从中捕捉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 白归身为文官 但久历边疆战争 深受李贤的赏识 他是搜套派的坚定执行者 身上寄托着明宪宗隐隐的期望 此时据土木堡之变过去仅17年 明王朝还延续着曾经的荣光 希望用搜套的方式 一劳永逸地解决核套问题 天下自此安定 然而理想在现实面前能够如愿吗 明朝虽然说收复了河套 明军如果想在这个地方进行长期的驻守的话 一方面就面临着来自于蒙古草原的蒙古骑兵的长期的威胁 那么另外一方面它距离内地的农耕区也比较远 所有的后勤供给就要从长城以内运送过来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压力 因此它是没有办法在河套平原长期驻扎 进入宫 退去 再进攻 再退去 搜套派似乎走入了一个冠圈 收复河套是愿景 但如何收复 如何守护 身为明王朝最高军事长官的白龟 却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答案 公元1471年初春 一位中年人从西子湖畔的杭州来到了威姬四福的盐随镇 四十三岁的余子俊 由浙江布政史改任又赴都御史 出任严随巡抚 此时摆在这位四川籍官员面前最紧要的任务 不是巩固边防安定边疆 而是要为即将开拔的搜套大军筹集军粮 户部出身的于子俊 一直以善于规划布局民生著称 他就任严随巡抚后 切身感受到搜套给国家带来的隐患 明王朝中期 因为受到寒冷气候与烧荒啃直的影响 核桃地区的茅乌素沙漠日趋扩张 沙漠矿远 黄沙漫漫 成为明王朝对核桃地区最为常见的景象描绘 脆弱的生态与蒙古人防不胜防的进攻 让明王朝无法在核桃地区获得最基本的粮食补给 如果要移民核桃 那就要长期供养庞大的军队 这无疑会把整个明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 于子俊想要寻找一种破解困局的可能 他仔细阅读了严随镇之前所有的卷宗资料 自己又沿着边防营堡寻查探访 在长达千里的跋涉丈量后 看着散落在各地的营堡爱口 于子俊有了自己的答案 土木堡之变后 明王朝为了防止游牧民族的侵扰 除了搜套外 还结合榆林地理特征 在山谷之间与平原之上 不断修筑兵营城堡 当时明朝在中早期的时候 采取的防御措施是点状防御 他是在边疆地带修建了大量的营堡 蹲台来进行分区域的驻守 但是对于蒙古机动性特别强的军队来讲 就是会顾此失彼 因为两个驻扎的点之间的空隙是很大的 往往就会被利用 于子俊盘算着营堡之间的距离 他发现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 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爱 是无法抵御蒙古骑兵高度激动的作战方式 似乎只有修编 才能破除冥王朝骑虎南下的难题 沿边筑墙建宝为九元计 公元1471年7月 于子俊就任严随巡抚仅仅四个月后 他上书朝廷建议修编 并在奏书中详细介绍了 如何因地制宜修筑墙 一山行随地势 或铲靴或垒柱或调境 免饮相接已成兵墙 但对于兵部尚述白龟来说 这封充满诚意的奏书 却是书生之间 这个办法虽好 但陕西民众困病 难以加重劳役 况且这一代外族民兵众多 我军兵力不足 还哪里能掉壮丁铸成 据历史记载 在白龟坚决的反对下 明宪宗以民力艰难的考虑 让于子军暂缓修编 此时朝廷上下都已明白 搜套依旧是明王朝不可改变的国策 公元1471年的寒冬来临 榆林地区的搜套军队 依照往年的旧力 准备进击位于河套的蒙古部落 但此时整个大军已经处于无良的困境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于子军毅然再次上书朝廷 这一次他没有任何掩饰 只指搜套方案的弊端 高血殆尽 良想措置无数 兵虽多 而成功少 因为史料的有限 今天的我们不知道这封奏书 对于明宪宗有何触动 但于子军的上书 引发了许多官员的共鸣 整个王朝的官员 已隐隐意识到 搜套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恶性循环 公元1472年初 面对天下官员越来越多的质疑 白规决定 整合大明最好的军事资源 用一场决定性的辉煌胜利 平息各方的责难 更让所有人看到搜套的信心 然而八万大军 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徒劳武功 榆林地区旅备劫掠 蒙古骑兵的来去无踪 让明军防不胜防 明史有过这样的描述 死亡不可圣计 横死道路 人所攻击 无定河边 于子俊看着流离失所的苦难百姓 嗷嗷呆逮捕的可怜孩童 作为冥王朝的一方官员 他满怀愤闷 却无能为力 可怜 不定河边不 在于子俊看来 搜套或许可以挽回王朝曾经的荣耀 但如果一切都用耗尽天下的民力来换取 那么冥王朝的所有努力 最终将成为一个可悲的笑话 为天下苍生计 唯有修边意图 公元1472年9月 在于子俊上任一年后的第三封奏折 被送进了紫禁城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 这是一份非常详细的可行性方案 除了重申修筑边墙外 最为重要的是 系统介绍了降低成本和人力资源的解决方案 搜套大军八万 每年军饷用银九十四万六千余粮 而为此运送粮草耗费财力 八百一十五万四千余粮 而臣用铲血之法 一丁付五万 量给口粮 八月兴供九月终止 不务农时 公义未必 则待来年 于子俊的方案打动了明宪宗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随后数月 朝廷上下纷纷上书修边 甚至搜套大军的将领 都上书赞成修筑边墙 守卫长策 如必决战 另一大窗可恶再来 史书记载 县宗言 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 可肃令处置 公元1472年 于子俊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让修边成为了明王朝 巩固边疆的新国策 他用执着打动了皇帝 更用自己一封封 言之凿凿的奏书 打动了明王朝的众多官员 然而 于子俊知道 自己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刻 从福古的皇甫川 到定边的花马池 总长达一千余公里的长城 五万民赋 两个月 是否能够完成 于子俊知道 如果失败 一切努力都会化为泡影 严随镇的百姓 将在无尽的惶恐中 艰难度日 自己不能退 也退无可退 此时天下人都在瞩目着于子俊 一个属于于林长城的历史大墓 正在徐徐拉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